女人将摄像机慢慢地伸进树洞 她丝毫没注意到 洞里藏着可怕的怪物 突然她手上被咬了一口 吓得她赶紧跑回营地 直到她把摄像机再次打开后发现 原来这正是她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 女人确定里面一定就是他们潮雪 可一旁的女人却说这种生物诞生条件极为苛刻 必须以千年的古术为载体 否则就根本无法生存下来 这时一位生物学家也带着她的助理刚好过来 她赶紧把数据藏起来 很明显 大家谁都不想让对方拿走数据 然而此时 女人发现自己手上的伤口已经开始被感染了 她强忍着疼痛故作一切都没发生 但两个男人便不会因此而罢手 反而便用女人的同伴威胁女人 女人见状只好用数据做交换 谁知对方拿到了电脑之后 反而对里面的数据却丝毫不感兴趣 随后将笔记本扔进了火堆 转身便朝那东西的方向就走去 好不容易拿到的数据被彻底地销毁 女人十分愤怒 一旁的同伴想过来安慰 女人突然脸色一变 随后 女人便急匆匆地钻进了帐篷 夜里 女人手上的伤口便开始大面积腐烂 剧烈的疼痛开始让她生不如死 然而就在此时 白天那两个男人又开始回来 两人这次丝毫不手软 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女人已经被感染了某种病毒 拉开帐篷一看 只见女人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吓得老头子连忙撒腿就跑 女人直接爬到老头子背上 跑在另一名助理急忙上前帮忙 最后老头子被撕下了一大口 结果助理可就遭殃了 很明显 此时的女人已经被感染了某种可怕的病毒 下一秒